中午時間還沒到台北車站外頭就出現長長的排隊人籠 他們都是附近的街友和弱勢民眾 等著領便當和乾糧填飽肚子 由善心網友發起的歲末送暖活動 連續舉辦了18年 今年由私安慈善服務協會 媒合資源 把大眾捐贈的物資交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手中 其實有一些團體他們會有自己會自發性的做便當 那也有一些民眾他可能是自己的心願或者宗教信仰關係 他會就是購買便當的方式 希望跟這邊結緣 尤其是有一些宗教團體 他可能會捐純素的便當 我們有看過什麼水煎包啊 蔥抓餅啊 掛包啊 這個也有聽過 也有看過 然後剛剛也有聽到說 像那個麻油雞麵啊 也會有人就是煮好麻油雞 素的麻油雞 然後讓大哥們可以 大哥大姐們可以喝到一些暖暖的 就是麵線跟喝湯這樣子 其實不只是食物啦 物資能夠給到需要的時刻 給到需要的對象 那才是重要 真正重要 而不是說 我覺得今天天氣好像比較冷 我就一直拿外套或棉被過來 但是可能你給之前已經有人給過他三次了 目前現在沒喝到現在 大概一天都至少可以有一餐 不太只少一天可以有一餐的食物可以吃到 那如果然後針對那種單次性想要捐贈的 我們就會去找空格那種說 譬如說他當天是沒有人捐的或是只有一餐的 我們就鼓勵他可以捐在那個時刻 協助發放物資的志工郭小姐是第二次參與活動 特別抽空請假來到現場幫忙 自己也帶一些泡麵希望能夠盡一點心力 其實這是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這個活動 那我平常都是從網路上去得知這個 或者是朋友分享去得知這種 那個那個街友這種活動 那我自己本身是護理師 那其實好像照顧病人是一種天職嘛 那我也覺得這種活動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所以既然就是可以利用我小小的力量 去幫助不同的對象 其實我本身也是非常開心的 每逢歲末年前都有許多善心人士提供愛心伙食 透過協會整合分配資源 才能讓弱勢對象獲得更長期的支持 幫助他們走出困境 大家都知道無家者大部分的情況 都是有一餐沒一餐的情況 可是在越接近過年的時候 相信社會大眾都會比平常更有愛心 他會願意在這個時候 在他能力所及付出一些些 比如說不管是捐物資或者是捐餐食 那可是針對餐食這件事情 我們都知道食物是有時效性的 那一個人一天能夠吃的量其實是也有限的 所以最早一些民眾會來台北車站這邊 他是秉著善心在發放食物 可是食物就會有可能是他其實 這一位無家者他可能已經拿到過多的時候了 可是在天寒地中之外的日子 他可能又會經歷很長的時間 是屬於沒有飯吃的狀況 所以經過中正社福中心跟萬華社福中心的努力 後來讓這件事情就可以被整合起來 現代段我們更希望說如果民眾有意願 希望可以捐贈物資的話 可以事先先跟我們聯繫 然後讓食物可以捐到就是他們需要的時候 需要的時候因為過年前像目前來說 過年前其實我們都已經有開始在玩具 就是認為說到目前的他們的餐食是已經足夠量了 如果您是希望能夠願意幫助這些無家者的食物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鼓勵到年後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希望是不只是一次性 希望有機會可以是長期的捐贈 透過三星網友發起碎莫送染活動 不僅幫助台北車站的無家者以及獨居長輩 清寒家庭享受飽餐片刻的幸福 也用行動傳遞生命的暖流支持他們走出人生的困境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